今日的AT股推介都是中国海外的688 简选原因是 内房股近日成为市场的焦点 内地各地力推补交楼 加上计划设立房地产基金等的措施 以支援部分陷入流动性困难的房企 有助挽回市场的信心 内房股可以宅优作短线反弹的部署 看好销售表现稳健的房企 好像是中海外 中海外今年头六个月 月内计合药物业销售金额大约是1385亿人民币 按年跌3.3% 对比行业平均跌超过150% 表现比同业好 集团全年计划可授资源充足 达到7911亿人民币 中人国际指出 中海外下半年计划推出 2250亿人民币可授资源 随着内地气氛预期改善 以及去年下半年 大部分月份销售都低过300亿人民币 认为中海外可以今年下半年 大部分月份实现合药销售正增长 全年来计预料集团销售按年跌大约1成5 好过大多数的同业 走势上中海外昨日收报22.75亿的 升3.6% 表现好过大市 短线可以薄反弹 策略上建议后21.5以下收集 目标先看月初高位25.6 主要大行吸引目标价平均大约29元 可以作中线目标 回吐息二手20元 雷尾 年轻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